大理区树王宫同样拥有数百多年的历史 是当地著名景点也是社区的信仰中心 不过树王宫庙前的部分景观花台 近几年出现了破损军裂情况 除了安全隐忧景观也有些脏乱 因此地方希望能够加以拆除 并增设新的景观墙进一步带动观光发展 地方明代会同市府建设局大理区公所等单位 大家来到树王宫会刊 因为庙前部分的景观花台 经过这些年的使用 已经出现破损军裂的情况 增添用路人安全上的隐忧 景观也有些脏乱 我们当时到里面我们的树王宫庙 这段我们要做这个景观城所在 可以说起来是我们的不便 当年来的这个脏乱不堪 在他的旁边有一个汽车 我们已经是当年来的 也是几个围统已经是帮他 你没有那个维修会计划出来 地方表示树王宫拥有数百年的历史 跟万安宫水旺菜并称树王三宝 这些年也吸引许多乡客前来参拜 因此地方希望拆除旧的景观花台 结合人文历史增添新的景观墙 进一步带动观光发展 红砖的那个矮花台老旧破损 跟去年新做好的另外一侧左侧的一个景观花台 非常的不协调 那我们这边经过现场勘查之后 也是确定是说 那个旧有的红砖花台 确实有些都已经归劣了 然后也是损坏了 这边没多漂亮 这里有一米 一米看 米盘 米盘的贯道 中央有这么多二米 那这种福电的回馈进来处理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也要建设局来做主体 做主体 我们要用配合金 下面作为来处理 由于旧花台牵扯到部分的私人土地 市府会在价里庆相关的位置 之后就会进行施作 让树王宫更天性风貌 解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